我 我們談過 圖更樂父在1860年代的時候 也就是說63到70左右 他武藥的活動在德國 巴登 這個是一個溫泉鄉 也是一個賭博的聖地 所以俄國的一些王公貴族 都曾經聚集在巴登 維亞朵夫婦在巴登 有一棟很漂亮的別墅 最先圖格尼夫借住他們的家 大概到1875年左右 1875年也是圖格尼夫的女兒出嫁的年代 在巴登的生活 當然非常富裕 非常舒適 尤其是因為維亞朵的聲望達到最高峰 就是保齡的聲望 唱歌生涯達到最高峰 那麼在巴登的時候 連普魯士的王子王輝 都來聽他們家庭集會 家庭的音樂會 因為他們每禮拜是 會舉行一個家庭音樂會 有彈槓琴 有拉小提琴 布格尼夫拉肅琴陪伴 所以當時德國的一些文明的人士 包括一些著名的作者像斯多姆 各位或許不知道斯多姆何人也 他就寫櫻陰門湖的那個作者叫Storm 鐵歐陰門湖是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在閱讀的書 當時那有英文的翻譯 有中文的翻譯 但是當然我盡量讀他的原文德文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來讀這個櫻陰門湖 那麼Storm之外呢 德國一些其他的著名的公眾人物 常常也跑來巴登來拜訪圖格尼夫 看圖格尼夫最多當然就是流亡海外的 或自動被放逐的 或者是被政府放逐的 自動放逐的意思就是因為國外生活好 反正他們在俄國本土裡面不必重視 也不是受重用的那些貴族 公卿 退休的將領 其實那個地方可以賭博 可以泡溫泉 所以很多俄國人聚集在那裡 到今天這個巴登還有俄國人東教會的教堂 還存在那裡 可見俄國人的聚落相當的多 這當中呢 圖格尼夫在1862年完成了 《父輩與孩輩》完了之後呢 大概要到六七年左右呢 才有另外一本作品叫做《菸的完成》 可是後來他們就是圖格尼夫和韋家 還是決定離開了巴登 甚至圖格尼夫把他已經蓋好的 還沒有裝修完成的別墅 就攻守讓給別人 原因很多 主要就是因為普法戰爭 在1870年爆發 那麼俄羅斯 尤其是普魯士 這種軍國主義 這種囂張 軍人囂張的情景 刺激了韋家 也刺激了圖格尼夫 因為圖格尼夫本身是一個溫和的改革家 對戰爭非常厭惡 國際戰爭也好 國內的革命也好 國內的Civil War 國內的內戰 他都很厭惡 結果他們商量以後就決定把巴登的那些財產 尤其韋家就脫手 包括圖格尼夫也一樣 把他已經完成而沒有裝修的別墅 就讓給莫斯科的銀行家 那麼跟韋加一起搬到巴黎 因為韋加本來的大本營就在巴黎 所以巴黎的房子 無論是在巴黎市也好 郊外的那個可以叫夏公 夏天住這個郊外 冬天的話就住巴黎 都還完整的保留 所以圖格尼夫跟他們走 我們今天開始就想到是1876 1876已經有一點 就是又是從70一下子跳到76 又56年67年 這當中主要的就是他在 專心來撰寫這個所謂的儲女帝 那麼這儲女帝在戈年的時候就出版了 就是1877 這個儲女帝出版之前 圖格尼夫的六大長篇小說 除了我們前面談到的魯金是第一本 還有貴族之家 更重要的還有一個煙 跑出來這個煙火的煙 後來有護備與海備 最後還有這個最後的一本叫儲女帝 這個儲女帝呢 主要是圖格尼夫描述一些革命分子 在1860年代底187年之間 他們怎麼醞釀 要讓俄羅斯的社會做一個徹底的改變 他反映的是當年俄國人所謂的民粹運動 尤其是年輕學子 那些貴族的子弟 下鄉要去教導農民 勢制也好 如何瞭解現代生活也好 就是一種下鄉從事 齊蒙教育的工作 這個俄國的民粹運動 開始當然是好意的 我們現在談到民粹 這之前大家知道好像是暴民政治 就訴諸於老百姓郁昧的想法 只要人數多 那麼選誰就選誰去當選 只要能討好民眾就自然會當選 這樣的觀念的民粹不一樣 當年俄羅斯的民粹是真的優秀的貴族子弟 想下鄉去幫忙 那些農民改善他們的生活 教育農民的子弟 認識字 學習文化 抬高他們的文化水平 所以用意勝家 但是實施的結果 你們可以想像是一個失敗 就是齊蒙運動也好 民粹運動也好 都沒有得到好的結果 這情形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候 很多年輕人也是一樣 要下鄉去幫忙 但是他們的很多作為是破壞 舊的文化 舊制度 試舊 破試舊 這個是差不多同樣的性質 他的結局都是失敗於終 那麼為了撰寫 《處女帝》 抓進去關 所以他先去了解他們 就是年輕人怎麼犯罪 或者年輕人因為對現實不滿 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反抗運動 包括散發傳單 表示一定要推翻這個沙皇的政治 東正教 這些都是 所以他未來要使他就是寫作的工作順利 所以回國在這三四年中回國三次 當然這三四次回去也不單純只為這本書 未來的《處女帝》的這本書 主要的原因也是要出賣他在巴斯科葉莊園的房子土地 還有解決那些農奴已經被解放了 那麼這些變成農民了 那農民到底要怎麼辦 讓他們自生自滅 還是應該給他們一點錢 或者讓他們繳一點稅金 很便宜的繳一點 然後土地畫一塊給他們去耕種 諸如此類 都是處理這些事情 主要的可以看得出來 土格尼夫在這個七零年代的最先的那三四年 是要處理斯巴斯科葉農莊 家庭繼承的那個農村 那麼這個裡頭他的哥哥 我們上次有提到經營很厲害 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太太 是一個日耳曼人的後遺 所以這個日耳曼太太很精明能幹 所以哥哥那個分的那個田莊 這個地方賺的錢很多 而且收入不少 可能有些地方也滿住了 土格尼夫把好的東西他自己拿了 差一點就是讓給弟弟 這個哥哥呢 到1879年的時候也生病而死 最先是1855年媽媽死了 那麼土地莊園交給兄弟兩個人管 然後死了 但是死了以後他可以從哥哥那邊得到一大比一的他的遺產 哥哥的遺產 結果也沒有 這時候可以說在1870年代 土格尼夫呢 版稅拿的錢是在俄羅斯拿的 國外的翻譯的版稅幾乎都沒有 尤其法國的也英國的德國的他的著作 翻譯很多 丹麥文、諾威文、賊克羅、埃西亞文、索維尼、斯洛文、斯洛文、斯洛維亞文都有 丹麥文特別多 但是沒有辦法拿到錢 荷蘭文的也翻譯的也不少 這也是因為他沒有一個好的經濟 你現在要出名大概都有好經濟 不然是在唱歌、是在繪畫、在藝術、文學領域裡頭也一樣的道理 他就是為了《處女帝》他跟很多的俄國的革命家在一起彼此認識 那麼《處女帝》這故事 我們會在後來他六大篇故事裡面大概會再講一遍 簡單的先敘述一下 主要的就是他不涉及到男女之間的男歡女愛的只有愛情 那裡頭當然有年輕的這個革命分子彼此的相念目相愛 其中有一個女的特別他等於愛上了男主角 可是男主角對他沒有特別太的感受 那這個男主角後來跑到鄉下去 也愛上了當地的一個農家 普通的也是一個貴族的養女 兩個人還計劃失奔因為都是有革命情懷 可是這個男主角缺乏行動力是軟弱的 是圖格尼夫那兩大類型 一個叫哈姆雷特形 各位還記住 屬於哈姆雷特形的那一類 而不是唐吉柯德式的 唐吉柯德式的是很勇猛 但是魯莽就是橫衝直轉 還想把這個風車當敵人對抗 各位都知道 瑟萬提斯 這個西班牙著名的作家所寫的唐吉柯德 威人薩斯比亞 薩斯比亞下的哈姆雷特就是優柔寡斷 所以這個男主角在處女地裡頭也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 後來因為散發傳單給政府的警察等等 開始要追蹤他了 結果他覺得很難逃 所以要後斥 舉槍自強 一個革命者沒有去死在沙場 死在這個監獄 死在流氓的西柯利亞 死在自己的槍裡頭 為免太懦弱了吧 這個懦弱的男主角呢 卻介紹了一個 當年他和他情人 能夠暫時躲避警察的一個工廠的宿舍 這工廠的廠長叫做蘇羅敏 變成是這一個蘇儲女地的真正的男主角 最先一大段描述的男主角 是一個革命分子打算要散發傳單 去鄉下遇到的女主角 和他相戀 那麼結果兩個人政府在追 沒有地方逃 跑到一個工廠的宿舍裡頭 有一個叫做蘇羅敏的民民的領袖 工廠的廠長來庇護他們 而且工廠的廠長 反而變成了這個蘇的第二段 由開始的男主角 蘇羅敏是一個務實的人民 那麼這也表示了 這個作者開始從貴族的後裔 來搞革命 搞改革 變成了還是要實際的平民 平民出身的蘇羅敏 他的作風就和一般貴族子弟 反覆子弟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很務實的 在這個男主角自殺以後 自殺之前還交代 希望蘇羅敏能取他的情人為妻 蘇羅敏也答應後來和他的 真正結婚的這個女革命家 其實在從事幫忙老百姓的工作 所以這個故事也是很動人的 那麼蘇是以平民務實苦幹的這個俄國人 才是俄國未來的希望之所記 那麼在《處女帝》呢 共十年當中 他未來出現這本 可以說都是在大家在努力 可是他們的期待說 俄國有所改變的這種期待 還是落空 隨著這個期待沒有辦法實現 這時把這個時期裡頭呢 改為出身社會這個低層的 完全不同的歷練的年輕的一代 這種人就是像能吃苦耐勞的 工廠的廠長 蘇羅敏這樣的人物 他們不空喊理想的口號 但是呢 懂得怎麼去經營工廠 改善老百姓 尤其農民的生活 這個呢 變成了圖根夫的新的英雄 新的這個主角 新的這個著作的中心之所在 那麼回顧呢 186年時代 他和赫爾全各位還記得是誰嗎 是俄羅斯一個改革派的前衛 也是一個哲學家思想家 和馬克思相處的都很好 他就因為主張俄國要大翻修大改革 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逃到倫敦 住在倫敦 那麼 圖根捏夫在186年代跟他常常來往 而且甚至有金錢幫助赫爾全出版 所謂警鐘 COLCOL 俄文 COLCOL就是一個可以響亮的終身 他可以來驚醒老百姓 那麼這個時間呢 他和赫爾全通訊裡頭呢 強調呢 受過教育的地主階級呢 要拯救俄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剛好是赫爾全的主張 所以為這個意見兩個人曾經鬧歡 也為了赫爾全在倫敦辦警鐘 這樣一個革命雜誌 因為後來他們出現極端 要推翻沙皇制度 所以沙皇就非常生氣 那麼以為圖根捏夫和他們是同一夥的 要求參議院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 打算要治圖根捏夫一個罪 要招呼他回國 但是圖根捏夫回去了以後 跟這個參議院的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委員 談過了一陣以後 他們認為圖根捏夫各性 諾缺 溫和 不是革命分子 最多他只是改革分子 所以都放他一馬了 然後沒有治他一罪 反而就讓他自由可以再出入惡境 隨時可以回來 這當中他完成了這個惟金所有 這個處女帝 這個處女帝要到 剛剛講的1876年 一年裡面全神來寫作 1877年的2月就出版了 不過很多重要的作品都在每一年的年初來出版 我們再看 說明的這個吃苦耐勞 我們以後還會再分析 反正就是說 儘管這個希望不是很大 改革從平民 從底下改革起 是不是容易的 但是呢 蘇羅敏還是在做 所以這個口味 做法比較適合圖各內夫這種溫良公儉讓的人物 因為他本身不是極端分子 可是年歲越來越多 不更內夫對人的生命就越來越擔心 而這時候身上百病巨發 不是他曾經有肺炎 就是這個氣概有問題 再來脊椎有問題 而最後他真的是死在脊椎炎 脊椎癌的上面 還有這個很多大大小小的毛病啊 身上也生了那種皮膚病啊等等 這種受疾病來迫害的情況和馬克思很相像 兩個人都是1818誕生 1883年過世 所以這浩仁路的那個200年的生日就在明年 所以明年不但是圖各內夫也是馬克思誕生200年的紀念 圖各內夫他開始年歲增長 其實也沒有增長多少 也不過在187年來講 188年的話他最多也不過是60歲不到 60歲左右 60歲 因為到1883他過燒 還不是說應該要擔心死亡隨時會到 可是他自己一直有這樣的憂慮 所以圖各內夫一生最害怕的就是死亡會接近 並不只有在他五六十歲 可以說四五十歲就開始 甚至於第一次到德國留學 因為船發生了火患 他這個要跑到下面這個小船登陸的時候 他就已經覺得這個生命好像隨時都可以毀掉一樣 所以雖然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是貴族子弟 但是他可以說是貪生怕死的一個人物 我們必須要指出 那麼一根朋友寫信裡頭 他就指出來相當對死亡很害怕 這晚年的散文詩 這幾篇小文章裡頭 還有一些靈異小說 神怪小說 都充分地對於死亡的畢竟他非常聚 優心那個死亡隨時會跑過來 這和他的痛風 出現次數的頻繁有關 知道年紀稍大了以後 你的關節的地方 你的氣概的地方 會有一種很痛的感覺 我們都叫做痛風 他患了這種病 然後他寫了 我從自己的憂鬱 還有我的感傷 還有他是一個疑心很重的人 疑心他自己有病 那麼他可以活下去的年 可能不是很多 隨著年歲的增長 這種死亡的恐懼 也不斷在增加當中 無論是在日記好 給朋友的友人寫信 圖格內吳醫生寫 三萬六千多封信 各位 其中一半以上是寫給偉家大小 包括寶林 還有寶林的女兒等等 所以他一生寫信是很勤的 所以研究圖格內吳 不只看他的著作 有時要看他的這個蘇信 可是因為蘇信 一般都是涉及私人的事成比較多 所以有時把它當作一個公開的話題來談 是不很適當的 可以說在1877到1979年代當中 是圖格內吳被死亡 可以隨時降臨最憂慮的那年 那兩三年 不過他在1875年的時候 華國政局演變 特別是對軍王派 邁馬洪總統 他進行的右翼的鬥爭 他非常注意 雖然他個人討厭邁馬洪 知道邁馬洪有一點要學習 拿破崙的治兒 那麼拿破崙的治兒 後來變成路易博納法 拿破隆三次 所以邁馬洪有一點想要互避帝制 他是做到總統 那他想到當皇帝 所以使得他 後來看到邁馬洪終於誇台了 他的勢力崩壞了 他當然很高興 表示圖格內夫 不是一個完全擁護帝制 或是軍王制的一個人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像 我們今天想像的民主人士 因為他對John Locke 對魯梭關於武權在民 或者由老百姓同意 才能建立起政府 這些政治哲學 政治道理 他了解的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關懷 所以我們必須要指出 他居然在1874年 提出了到1879年的6月 他得了牛津大學民法博士的學位 那麼各位想造詞 如果牛津要給 應該給文學博士 因為牛津不是沒有給文學榮譽博士的例子 最有名的是美國一個詩人叫朗菲羅 朗菲羅各位知道 我們叫朗化羅 朗菲羅 朗菲羅是一個詩人 對不對 這個美國人也曾經得到 奧斯福爾大學頒給他文學博士 榮譽博士 那麼趙黎以圖格連夫的成就 是在文學 而不是在法學 怎麼會給他一個法學博士呢 這大概主要和圖格連夫的學術作品有關 他從德國柏林大學 年完三年以後 回國以後 還是在聖彼得堡大學拿了法學壽士 這個法學壽士的論文就涉及了俄國農村改革的法律問題 所以後來會用民法博士給他的原理和這個有關 就是圖格連夫的作品主要涉及的雖然是文學 可是他真正拿到的學位 壽士學位 卻是有關俄羅斯農村改革的民法法律問題 所以首於民法博士榮譽學位 當然對他來講這也是一生很大的光榮 因為他拿到很多很多的榮譽他都不是看在眼裡 但是英國人給的尤其牛津大學給的 這當然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讓他終身可以好好地去想一想怎麼去享受 從1879年的年初他就已經常常回國了 那幾趟回國以後他開始受到俄國青年的歡呼 這時候也是他的那個最後的一本書最長的長篇 就剛剛我們講的《處女帝》這一本帶有革命色彩 對革命家的行為對平民參與到農村改革 有很好的紀錄和分析 然後引申為一個小說 長篇小說 是以這個作品開始使得他過去因為寫了一些東西 包括初戀 包括阿俠 包括比較上村朝 這個太涉及一個黨富的事情 那些男女這種關係的小說受年輕人並推崇 年輕人推崇的當然就是有點革命改革的思想 剛好就是這個1877年《處女帝》出版 混混的把他由改革派慢慢的接近革命派的這種態度 在這本小說裡頭透露出來 所以在當他這個年初就是719年年初患惡的時候 很受到年輕的學子的歡迎 最先是藝文界的人熱情邀請他 請他吃飯 請他談話 接著青年學生熱烈的歡呼 那麼在一次盛大的學生的歡呼裡頭 年輕人可以說很期待 又甚至於懇求土耕倫留下來領導年輕人 大家共同來打拼 但是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土耕倫的個性還是有人懦弱 有一點搖擺不定 從同時他不是一個革命家 和馬克思的奏風完全不一樣 他是溫和派的人 所以他拒絕了 更重要的是他還是想到維家 沒有辦法在祖國就待下來 還是要跑掉了 過去魯金出版 村朝出版 處女的出版都引起很多的爭執 但處女帝一般可以說得到的是好評 關於處女帝更詳細的 老師在後面還會再就他的六篇小說 他的藝術成就好在哪裡 技術好在哪裡 我們會個別再來分析 再來好好的來解釋 可是這段時間呢 圖根里夫突然喜歡了一些這種神怪的 就是幽靈的東西 靈異的小說 那麼這時候他發表了一些那個 比如說夢阿勒克西神父的故事 還有最後有一篇 我們都看得出來 他充滿了對命運 對幻想這些東西 他好像特別感興趣 換句話說圖根里夫宗教東正教他不相信 一個西方的羅馬天主教他也不相信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宗教信仰很虔誠 這一點他和托斯特爾完全不一樣 托斯特爾是一個很重視宗教 有懷有很深的宗教情懷 雖然他和圖根里夫兩個人都一樣 都是人本主義者 人道主義者 儘管他們兩位都是人道主義者 人本主義者 但是更多的是對宗教方面的分歧 圖根里夫並沒有相信 宗教會使人真正的靈魂 附生 或者靈魂不朽這些他都沒有 神明的存在他也很表懷疑 但是一樣東西他相信 他相信人的命運 命運會擺佈我們 這個命運有時不是你向他祈求 他會給你有所改善的 剛剛相反有時命運給你帶來了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麻煩 所以這個也是他的某種個靈性吧 你可以這樣解釋他 就在這時候 有時候他晚年他過世差不多三四年前 他在1879第一次見到 俄國一位很嬌艷的 很聰慧的 很狡猾的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名叫 瑪利亞卡里羅夫娜 Savina 這個Savina是一個當年在 俄國的劇團演藝圈裡頭 非常著名的 很突然跑出來的一個星星 一個彗星 可以這麼解釋 聰慧的明星 也可以說是像彗星一樣很短篡的 這樣的出名 圖格內夫遇到她的時候 Savina才25歲 可是她已經是紅遍整個俄國 其實在1874年的時候 她早就有機會看她表演了 可是那時候她沒有什麼感動 現在這兩個人有機會來見面 尤其Savina有機會來演 圖格內夫也寫了幾個劇本 尤其是《相見一月》這些劇本 她演出女主角 演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圖格內夫就邀請她到Savina 然後進一個地主之宜 給她各種各樣的好處 知道她喜歡洗澡 她要不要弄哪一個水池讓她可以洗澡 然後有朋友偶然好奇 偷看一下都很生氣 所以可見這個人到老的時候 還是有這種幻想 對於那個少女的戀目 那麼Savina應謠 不是一次喔 多次到Sparco也做客 第一次1979年 大概是81年 這一次停留五天喔 那麼這個圖格內夫為她舉辦 這個鄉間最好的這種禮物 就是找到一個樂團來演奏 然後開了Party 邀請親朋好友參加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香檳酒 開什麼酒蓋的聲音和鋼琴的打劍音 已經夠名 跳舞和農民的這個蓋棺 歡呼齊飛 這是莊園流史以來最大的狂歡和熱鬧 不管如何 除了1879年 泛國受到熱烈的歡靈 所引發內心的激勵之外 1880到81年兩次又回鄉 令她在臨死之前非常珍惜 因為這兩次是她最後尤其81年 不知道到83年的時候她本來 或者82年的時候她本來答應 也要再回國 看看親戚看看雇員 可是都不能成型了 因為那時候她病很重 所以81年是她最後一次回到這個 那麼她當然會利用回巴斯科爾的時間 到莫斯科到聖彼得堡到處去走走看看 使接受了一些女親王等等 記者編輯一些投稿的文友邀請不斷 在臨死前的一兩年回鄉受到的最大的禮遇 我們現在看看圖格列夫和托斯塔爾的恩怨 這兩個人有上次我們就提到余量情節 有周瑜諸葛亮之間的這種懷才會互相忌恨引發的 因為兩個人都要出風頭 兩個人都是著名的文豪 所以他們彼此曾經有過恩怨的問題 對於是兩個人吵了 吵到必須要想要用決鬥來解決彼此 後來這個決鬥是沒有實施了 就絕對啦 絕對啦 17年以後呢 1878年托斯塔爾呢 因為信仰這個基督教的關係 寫庸信給圖格列夫表示歉意 覺得當年跟他要這個絕交是不對的事情 希望圖格列夫原諒他 我們知道圖格列夫心腸是軟的 他對別人犯的錯誤並沒有追究到底 也不是一個會懂得懷恨的人 因為他內心是充滿了愛心啦 所以很快的就答應啦 所以兩個人又和解啦 前情想要和他決鬥的人 經過17年之後 兩個人又再度和解 托斯塔爾也到了 斯帕斯科爾也來度假 反過來也邀請圖格列夫到他的專員 托斯塔爾的另外一個專員 所以兩個人互有妄犯 這個是關於他和托斯塔爾的問題 關於他和托斯塔爾的問題 文人相親喔 文人彼此之間互相猜疑遺跡 Dostoyevsky比圖格列夫年輕三歲 他是1821年出生的人 但是呢他只活了60歲 1881年就死掉了 所以生命很短 這個Dostoyevsky呢 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文豪 他所寫的東西在很大的震撼力 社會的震撼力上 可能比圖格列夫還厲害 因為他對社會的黑暗面 對窮苦的人 他著名的書呢 換成英文叫做Poor folk 貧窮的那些人群 他寫的這個 馬卡拉拉罵奏夫兄弟啊等等 都是不朽的作品 天父各方面啊 人物故事也很複雜很曲折 不像圖格列夫所曉得輕描淡寫那樣的東西 但是呢Dostoyevsky本身又好賭 他曾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後來有回來 那麼有兩個人還在 剛剛提到一個德國的城市叫巴登 在巴登碰面 結果他情況和Tolstoy一樣的 都因為賭博富了很多的賭債 誰來稱賞? 圖格列夫 所以圖格列夫 幫忙過Tolstoy清賞賭債 幫忙過Tolstoyevsky 兩個人呢 本來很好的朋友 但是也會因為剛剛講的文壇上面 爭風吃醋 誰當老大 所以是第一 這樣引發了一些爭執 所以最後一次呢 就在一個普斯均的紀念會上 那麼這幾個人物都出現 只有Tolstoy沒有出現 但是Tolstoyevsky出現 結果Tolstoyevsky呢 讚美這個圖格列夫 圖裡面的女主角的這個賢淑 為了愛情 終身最後當尼姑去啦 本來關係很壞的圖格列夫 就登台去擁抱Tolstoyevsky 覺得呢他肯定了他的作品 肯定了他的女主角的種種作風 的確 圖這部作品我們後面也會介紹 也會講講 的確也是很複雜很有意思的書 雖然不同於Tolstoyevsky的作品 那樣揭發事件的黑暗面 社會的不公不平的地方 這個福根列夫在這方面來講呢 是可以說比起Tolstoyevsky的描述是不如的 因為這個劇情是比較豪邁好轉 可是呢Tolstoyevsky受到一個人的影響也很深 這個就像你提到的薩德 那麼薩德我們過去都知道是一個 西方世界視為魔鬼的一個文人 雖然他當到政治家 當過法國的參議員 但是基本上呢他的作風非常之惡劣 比如說拐幼妻子的那個妹妹啦 舒服此類啊 對男女的性的關係啊 這個赤樓樓的描述啦 所以現在各位還知道有一個 沙地的這種虐待狂 都是這個化國文人政客 因為他當過參議員 這個自然的作品 那麼Tolstoyevsky在很大的層次上 讓他後來的作風也等於和沙德沒有差得太遠 所以這些我們將來有機會才慢慢的來敘述 那麼兩人最善交惡是在1867年的夏天 地點在哪裡 就是前面談到的巴登 雖然雙方的敵意還可以推售到1863年 因為酷勢賭博的Tolstoyevsky曾經向圖戈諾夫借過錢 但是畢是或者是一個重視衣視精美的宣耀者 認為圖戈諾夫只是一個很浮表的貴族子弟 和他不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認為他是一個假仁慈者 我們這個都知道聖經講的華麗塞人 表面是文文有理和月可親 有時還會文文你的臉頰文文你的手 但卻是一個軟弱 然後虛偽 這是Dostoyevsky心目中的圖戈諾夫 無論怎麼樣 在1867年 Dostoyevsky給圖戈諾夫三個罪名 一個是無神論者 一個是對俄國的沉淪沒有關懷的人 第三呢 他已經宣佈要定居在德國 所以他是德國人 而不是會俄國人 而這三項後來一一的都經不起事實的證明 他並不是無神論者 他只是對神明的存在不可知而已 這點我們後面會再談論到 作為一個哲學家的圖戈諾夫 對宗教的看法 他對俄國的沉淪沒有關心 這個話是不對的 要是他沒有關心 他不會來促成 因為寫了獵人筆記等等 促成了所謂的農奴改革 農奴解放 所以他不是認為俄國應該沉淪下去 只是他的看法和一般俄國的文人不一樣而已 至於說他是以德國人或者以法國人自居 而不再自稱是個俄國人 這個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中途戈諾夫的一生 他重要的作品都是用俄文來發表 而不是用英文用法文用德文 因為他的英文法文德文都是很棒的 都是可以說低流的 與其是德文 因為家裡情有德國的教師 從小教育就是家庭教師 就叫他德文 法文是一天到晚 混在法國的上流社會 與其跟韋亞朵之間的關係 跟寶寧的關係 使得他應該是講說他是要德國人 還不是說他是法國人比較好 所以有一篇文章說 到底圖戈諾夫是歐洲人還是俄國人呢 後來的人寫的文章 但是我們還是斷定他是俄國人 他對西方文化 尤其法國、德國、英國的文化 特別推崇如此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看到 Dostoyevsky 和圖戈諾夫 彼此是有心結 這個心結要到後來 為了紀念普希金的一個雕像的節目裡上面 才有機會 這個已經年代進到1880年了 好像講故事一樣 從他的每一個年代大概都提 雖然有時前前後後會再提來一下 因為這個和故事和他寫作有關 那現在已經講到1880 那麼1880年 俄國愛好文學的人士和社團呢 在莫斯科舉辦一個普希金的活動 怎麼要來紀念普希金呢 最重要是要把他的雕像來揭幕 在揭幕裡頭 對普世金的研討 然後呢 導論兩篇文章最精彩 一個是圖戈諾夫的 一個是Dostoyevsky 一般來講呢 會認為圖戈諾夫的那個文章 比圖戈諾夫的文章還好 不管如何呢 就在這上面呢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Dostoyevsky 讚美圖戈諾夫的這個女主角 在演這部長篇小說裡頭 最後頓入空門 當了尼姑 當了修女 他說這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俄國女性 這話一出 Dostoyevsky 高興的這個舞台上 Dostoyevsky 擁抱他 感謝他 兩個人的嫌棄呢 就因此而結束掉 可是第二年 1881年 Dostoyevsky 就是過世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只活了六十個年頭 Dostoyevsky 至少還活了六十五個年頭 換句話說 圖戈諾夫比他年長三歲 比他完死兩年 加起來就多出這五年出來 兩二文豪最終的和解 紀念會的亞洲好戲就是 Dostoyevsky 的演講詞 他認為普希金的思作 不但展示俄國人的心靈 同時體現俄國的國魂 會撼動全人類的交情 展完了最後 Dostoyevsky 補了一句話 普希金做的女主角 Tachiana 同圖戈女小說裡頭的Lisa 是同樣不朽的俄國女性 就是說 作者 演講者 推崇普希金著名的一個女主角 叫Tachiana 個人名叫Tachiana太多了 我們有的同學有機會閱讀到這個作品 都會發現 圖戈諾夫很多面的女主角或者配角 名都叫Tachiana 因為她也曾經跟一個叫Tachiana的女孩子戀愛國 後來沒有結果的愛情故事 病痛的晚年 1882年5月 圖戈諾夫本來計畫要回去故鄉 可是這計畫一言再言 延宕的原因來自於她的病需要有人照料 加上求醫師在巴黎比較了解她的情況 還有一個她喜歡的少女演員 沙維納本身也跑到巴黎來求醫 由圖戈尼介紹巴黎的名義來看沙維納的病 她對沙維納的關係是不是只有子儀 好像婦女之間的感情 或者一個老頭子對一個少婦的眷戀 我們書上都有描述 的確她的戀愛史對於她的作品還是有影響 所以有時逼我們不得不多談 比如她和寶林的關係 難道你們聽都聽得懂 但是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只能夠這樣講 那麼她健康的狀況越來越糟 肌肉的症軟而且會很劇透 連上樓梯大家都很難 她本來都是住在二樓的 對不對 透過一個管可以聽到樓下 寶林彈槓琴或者跟萊克彈話的 她都可以在樓上都可以聽到 可是她現在要從樓上下來 樓下要爬到二樓都很困難 到底她得了什麼病 最先這個群醫都診斷都錯誤 都認為她最多是個痛風病 氣概的痛風病 手腕的痛風病 有人認為她是心臟病 其實是脊椎裡面已經障礙了 當時的治療也是有困難 脊椎癌要去切割 要重新鑽什麼也很難 不像今天這樣容易 所以最後還是一個俄國的醫師比較厲害 訪問她以後指出她可能患了脊椎癌 巴黎那些名義都判斷錯誤 那麼維亞朵後代的照顧 維亞朵這家 你也不要以為維亞朵好像在利用圖格虐 讓她成名 讓自己成名 維亞朵自己的成名有她了不起的地方 她不需要靠圖格虐 她的先生就是很有辦法 可是很不幸 她的先生比圖格虐 因為早了半年左右就過世了 所以這個寶林維亞朵也命是乖傳 自己的丈夫在1883年4月5月間過世 完了以後就是她的親夫 圖格虐夫對不對 所以就只相差幾個月而已 不到半年 但是照顧她的是誰呢 就是圖格虐夫最恩愛的 維亞朵家的第二女兒叫做克魯蒂 克魯蒂的先生還有克魯蒂生了兩個女孩子來照顧 還有第三個這個女兒叫做瑪莉亞娜 瑪莉亞娜的夫婦還有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 抱過來來看看圖格虐夫 而且這些年輕人還照顧她 到八月離開她各自回家 不久她病痛了 包括她心裡 不能夠安眠要打麻灰要利用麻灰才能夠入睡 這時候她女兒的婚姻又是出了紅燈 除了老脈重病之外 臨時的圖格虐夫她為女兒的事情來操心 不但女兒和她丈夫叫做Gaston 這個反目 而且Gaston 發掉她女兒很多的嫁磚會用的本金還有利息 甚至揚言她要自殺然後殺全家 變成家暴者 就是Gaston 女兒的先生是一個家暴者 她被迫帶著孩子奔跑到巴黎 暫時躲避她夫婿的迫害 那麼誰要出錢 當然有老八圖格虐夫 所以圖格虐夫的晚年 自己本身身體到處毛病都不出來了 再來女兒的情況非常令人痛心 所以可以說晚年並不是一個快樂的晚年 是一個悲慘的晚年 或者是悲傷的晚年 可以說寶林在一個是情人一個是丈夫 生病的情況之下 可以說飽受煎熬 1883年是她一生裡面最痛苦的這一年 因為她面的丈夫中風 戈壁的情婦又病重 所以她變成蠟燭兩頭燒 只好安排圖格虐夫 住在臨近的弗雷內 就是說不是原來的莊園 巴黎塞舍納河旁邊那個漂亮的莊園 不久在5月5號的時候 路易就過世 那麼這一位又是好朋友見情敵的路易之使 對圖格虐夫來講是多馬的震撼 你各位理解 路易年紀比他的太太多了20歲 比圖格虐夫多了17歲 18歲 所以在1883年過世 也不是什麼太令人覺得驚訝的事 但是對圖格虐夫當然可以說是 也幫她不少忙 然後評論過她的文章 和她太太對她都非常好 容許三人同住在一個屋簷下 所以應該是很感激這一位經紀人文化評論家 路易尾亞圖 現在看看圖格虐夫臨終前的遺願 儘管圖格虐夫一生中最害怕死亡 但她臨終前數週沒有顯出那這樣害怕的跡象 也似乎不為這個死亡的畏懼所擊倒 那麼他修裂為契是他後來的一些作品的出版者 曾經探視過兩三次 最後一次是八月的中旬 他發現這個文豪頭腦還是很清晰 意識到達存活不久還能夠意識到 意識沒有喪失 他這時候所關懷的是死亡以後 他的文學財產怎麼樣管理怎麼樣處置 最後還是要靠他修裂為契 當作他的文學遺產的執行者 到底這個要版權貴隨手有等等 但是因為他和保林維亞圖的關係是 情夫情婦之間的關係 不是正式的夫妻關係 再說保林又是法國人 又不是俄國人 連他的非分生的女兒也入了法國籍 儘管這個非分生的女兒晚年要追殺 痛苦到處躲來躲去 但是照理這些財產都可以交給他 但是在斯巴斯科研那個莊園的這些財產 都交給誰沒有辦法了 要交代無方也不能夠給保林一個法國人 也不能夠給女兒小保林也是一個法國人 法國人 所以他在那裡整個無親無親 他的哥哥又比他先死 也不能夠交給哥哥的或者哥哥的孩子 因為這些孩子們也很貪心 他爸爸留了一些遺產是要給熟父的 他們都佔有了 都不管了 我想他最終不一定不在乎這個俄國 他的農專的整個繼承的問題 最大的是他的這些草稿 遺稿 這些誰來管理 因為很多東西都還沒有出版 只是手筆而已 而這些當然他知道他死後他價值連成 多少文學研究者一定好奇 要去追尋這些東西的下落 到底要換到哪裡去 所以這個都是他晚年最擔心的事情 甚至他要安葬在哪裡 他也在擔心 不過後來想他想去 還是安葬在自己的故土 那就是選定俄羅斯 聖彼得堡 俄金一個公墓 這個公墓叫做Volkovo Volkovo這個公墓裡面當然不會只有埋葬文人 也是一般俄國的小老百姓也可以在那個地方 不過他有一個文學家的專門的一個角落 包括我們前面談到的普希金 包括我們很早很早以前開始講的一個叫做 聯盟陀夫 那麼這些人都曾經葬在這個地方 就下面用一個少女跪在這個石子上面的石雕 作為公墓的一個入口處的一個標記 這麼一個地方 那麼另一位畫家在臨終前的半個月去探問過他 這個畫家是俄國的畫家 不是那個華國的畫家 未能夠把巴斯科爾庄園做一個了斷呢 非常不安 擔心他沒有辦法掌握理想的繼承人 而這筆遺產既非法籍的寶林 這是他的情人 也非寶林特 這個小寶林 可以依據俄國的法律下以繼承的 終於死臣降臨了 告別再見的時刻已經到了 就像向來的沙皇一樣 要告別世界 沙皇怎麼厲害怎麼樣兇悍 怎麼樣獨裁怎麼樣暴虐 最後也非死不可 有趣的是寶林走到他旁邊的時候 他把他當成皇后來看 自比沙皇把寶林當作一個皇后 很多的皇后也包括他戀愛過的沙維娜 之前的一些什麼伯爵夫人 更包括農奴的那個小孩子 這些都曾經是圖根本的皇后 所有的皇后裡面最高貴最好的 最了不起的皇后應該是寶林 這時所有的家族成員都圍繞著他旁邊 嘗試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的手 抓每一個人的手 寶林說 你看我們看到這個 Nouveau Deux 是你嗎 本來平常他不敢稱他Touffet Touffet就是圖根捏夫的塑寫 簡單輕易的暱稱 這時候才用這個字眼 而且過去一般的講法 貴族之間等等 都用您 而很少用你 講到用你的話關係就很密切 如果各位學法文 學德文 學俄文 你們都知道 用你和您 這兩個字的分別 連動詞都要改變 我愛您 您愛我 這用的動詞 都隨著它是您還是您 有所改變 好了 這個又回到這個 Walkovo公園的前面 他滿帳在那裡 誰陪他的這帳禮回去呢 就是前面提的 柯露蒂和他的先生 還有第三個女兒和他的先生 還有寶林 都陪著這個棺材 搭著火車 將經過三五天辛苦的車程 從這個巴黎經過了好多地方 而跑到惡景 當時來送病的送葬的行列 各方面的人很多 可是官方也派秘密警察在檢視 怕學生引起暴動 學生如果利用這個機會引起暴動 平常在俄國長安會有的是 尤其一個有名的人 他的死亡 布格尼夫還好啦 所以他們呢 也改以低調 但是盛大的團體 只有單獨這個團體祭拜 就有178個左右的團體來 可以說歡送他 也可以說來替他 一路好走 喊一聲口號 所以你就知道 一個像俄羅斯精神 人將盛大商禮葬禮 除了沙皇以外 一般都不常見 而沙皇是被動用的 是用國家的機器 去動用一些學校團體 圖根尼夫也好 Dostoyevsky也好 他們的死完全是不同的 送葬人 大概都不是一個被動用的對象 一代的文豪就長眠於此 各位還看到他的這個死亡的雕刻 這雕刻就是 右邊的這一幅就是 布格尼夫 最後一個字不發音 圖格尼夫 重音在格子上面圖格尼夫 那麼一代的俄羅斯的作家 俄羅斯的文人或者作家 俄羅斯的文人或者作家 俄羅斯的文人 圖格尼夫 從青年到壯年到老年的像 老師都把它收集起來了 把它排列組合成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一看 最年輕的這個島沒有 那個最前開始他才是 孩童時代的他沒有 但是他當過穿過軍衣 雖然他沒有當過軍人的樣貌 到他留學前的樣貌 到達眷戀愛慕寶林 面路這個憔悴 你們那邊看他右邊的這個中間這個頭 從壯年到老年 最老的像邊 我們還沒有把這裡列出來 最重要的 我們剩下來的十五分鐘談什麼 談圖格尼夫的著作 可以分成五期 第一期是他的學徒年代 使用德文 列爾亞蕾 列爾亞蕾不是俄文 是德文 因為當時他當學生 首先就跑到德國 德國人最喜歡用列爾亞蕾這個字眼 當你還是一個學徒的時候 還不是一個meister 不是一個出門的專家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列爾林 一個學習的人 這個是什麼時候 就是1824到1812 換句話就是說 從他十六歲開始 是六歲了 六歲開始 學習啊 因為在家裡面的農奴發現到圖書館 圖書館有一些藏書 從那藏書裡面的開始 叫他認識俄國的童謠 民間的小說 諺語等等開始 這個是他的學習的年代 第二個呢 是值得注目的十年 這十年 這十年裡面是指1843到1852 這個九年十年當中 俄國很多的文人背出 因為之前俄國並沒有什麼文學的抵制 英國很早就有薩斯比亞之號人物對不對 俄國倒是沒有 要到普希金出來 普希金出現已經是19世紀的開頭了 所以要過了差不多40年以後 1843到1852才有出了很多的人才 再來呢 是沮喪 然後是整份的事情 所以有一度時候 圖格列夫對自己的文學的才華能力 表示懷疑 在沮喪了以後 那麼經過了這個寶林 寶林的先生路易 還有他的母親等等的鼓勵 所以他由巨商慢慢的走向一個整份的事情 然後呢 從1963到1970 就剛才主要在巴登的生活 這個生活是相當的安逸 就因為生活太安逸了 所以這當中他的文學的創作 反而顯得這個創作創始呢 稍退 最後就是他在華國最後的這個13年 從1871到1883 支流華國 這當中沒有說他沒有回國 沒有指出說他沒有去英國接受 牛津的徵送的名譽博士 有也包括在內 這14年表面指出說主要時間還是在華國停留比較久 在俄國本身停留的比較少 這裡面最後的作品包括了我們經常喜歡他的閃文詩 對不對 大家有機會應該好好的把閃文詩拿過來看 剛剛一位同學還讚美老師的文筆很好 把這個小說簡要的介紹 我希望各位買了這本書 不要說買了以後就丟了 就應付考試 那麼除此以外有時間拿出來翻一翻 想辦法去借一些有關圖個內褲的作品 不管是閃文詩是列人筆跡 是長篇小說 富與子 是中間的中篇小說初戀 或者阿霞 或者是這個村朝 都是很好看的東西 來看一看 中文的翻譯 大體上錯誤會有 但是意思是可以照作者的意思來敘述 可是文字可能有一點差異 那個沒有關係 文學作品主要在欣賞他的精神 作作者的作品的精華在哪裡 這個是最重要 我們想從學徒年代開始再講一遍 學徒年代的時代他對詩詞非常有興趣 所以詩詞是激發他的思想的 進入這個文學的一條道路 這時期大概是從他出生的1818年到1842年 就到達25歲為止 這包括他的家庭 幼兒年的農莊生活 母親自家的凶暴 教育孩子 用鞭打的方法 還有他的初戀 還有他到歐洲學生的來往 還有最早發表這個詩的興奮情況 學徒生涯相大佩的是 所謂產綠少年時期 這用諸文尼爾拉 這個是拉丁文 年輕的時候有詩年少無知 那麼寫一些不知仇宙味 偶爾滋味 硬是要說他有憂愁 確實他出示提升的浪漫主義 做隨便塗牙的詩琴 所以這張圖就是學徒年代的圖跟虐夫的相片 從學徒年代的第二端 就說明他特別提到斯特諾這本小說 一些長篇的 那這裡面充滿了浪漫主義 經典主義的一些色彩 還有這個文芬 維納斯的裙衣 帕拉薩 這些都是早期的作品 其二為懂得算計 追求自立的現實者 這是指當時 在沙皇專制之下 還東正教育民的規範下 俄國1820年代 年輕知識分子的典型 這就他穿起軍衣來了 並不是說他真的當過軍官 不過他諷刺那個時代的一些人物 受到的影響是來自於普希金 來自於雷夢托夫 筆下的是普希金筆下 有一位叫做歐內金 那麼雷夢托夫筆下的人叫佩丘琳 所以這兩位是當代的英雄 就是帶有諷刺味道的英雄 不是真正的英雄 就是這種男主角都是懂得算計 懂得自己謀求利益 然後都是隨隨便便的跟人家決鬥死掉 平丘琳死了 阿內金也是了 他們兩位的作者普希金也是因為決鬥自傷 受到致命傷死掉 另外一位作家列夢托夫 一樣的 28歲什麼好的年齡 可以有很好的作品 也是掉了 再來值得注目的十個年頭 在這個十個年頭 1843到152我們剛才講過了 他的才華被發現了 他主要是受佩林世紀的激勵 那麼圖格略夫展開進軍二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文壇 開始展露頭角 同時他也在文學的各種類裡面嘗試 比如詩詞、散文、評論、劇作、小說、翻譯等等 小說裡面有對話、有獨白、有日志體、有回憶、有白描 種種寫作的格式他也在嘗試 另外他靜寧優由於古典主義 所以除了浪漫主義以外 浪漫主義的前身叫古典主義 古典主義後來一直在變成現實主義 從現實主義進到一個象徵主義 所以晚年的散文詩都是一大多月的象徵的格子 什麼乞丐都用這些象徵的人物、食人、食物 但是他背後裡面的故事是用象徵意味的 那麼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在別林世紀主編的當代 有時候你們看到老師說用現代 當代人和現代人 Saulemenic這個雜誌 這是一系列有關農村生活的白描和寫照的文章 包括擁有土地的貴族 就是我們平常講的貴族 這個鄉村 其農奴和平民日常生活的描述 後來變成了Zapisky Hardnik 就是獵人筆記 首次出版的時候才三篇 後來又增加了另外的三篇 變成了二十五篇 聚傷和振奮的時期 這個時期 就是貴族之家 然後就出了初戀 等於他自己的故事 前列就是涉及到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後面會再介紹 然後最好的一篇文章 最好的一個小說 就是後來的父輩和晚輩 這已經到1862年 所以這個前列是在1860年 所以這個是開始從很聚傷裡頭 有整幻起來連續寫了幾本小說 而且有都是讓他出名的 生活安利和創世退朝的時期 這是1863到187年 主要的是在巴登巴登 上面這個圖就是俄羅斯東正教的教堂 現在還存在巴登 據說當時巴登住有好多的俄國的退休將領 退休的貴族 他們都很有錢 也很有閒 很有空 所以會賭博 會泡溫泉 會在那裡享受 喝美酒 紅酒 作樂 出此類的 那麼這段中年時期的主要是在德國 溫泉鄉叫做巴登巴登 就是指用個巴登兩個字 享受了維亞朵家給的溫馨 陶醉在音樂 戲劇 應酬 迎見華夏 還有郊遊 他會去旅遊 到義大利 到別的地方去跑跑 這時間他的鼻根不若前期那麼勤快 只產生了幾篇故事 包括著名的小說一本 這也就是剛剛提到的父輩與子輩 那麼這時候他決心離開祖國的長期移民歐路 打算在巴登永遠住下來 要不是因為普法戰爭的關係 要不是維加痛恨德國的軍國主義的崛起 他們大概會在巴登就像中老 結果後來還是乖乖的把所有巴登的財產 雙方都賣光 圖格內夫也賣了 維加更賣了 賣了他們那些東西 這時候的作品主要是 恩為一個代表 算是圖格內夫巴登的十年裡面 七八年裡面的重要的作品 最後談到華國之流的年代和臨終前的病痛 這是從1871到1883 差不多十二三年左右 普法戰爭以後 維加斗一家對當年普國窮兵獨舞和軍國主義的猖狂 頗為厭倦 圖格內夫為了能夠和維加大小長相失守 決定從德國搬到倫敦再搬回華國長住 這一住就是十二年 雖然這當中他也回國了幾次 這時候重要的著作有《處女帝》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部著作 也是讓圖格內夫聲明又回到最高峰的一個作品 其他的小說如《春朝》也好 《原野上的鯉耳王》 就是利用 Shakespeare 的故事《鯉耳王》 但是他有在草原上的《原野上的鯉耳王》 還有《愛前凱旋之歌》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書叫做《福士德-Faust》 這上面沒有提到 福士德有機會看你們會很欣賞 他作法和德國歌德的福士德的寫法不一樣 第一他是用十三篇這個書信的方法 第二呢他裡面人物的這個刻畫描述也更重視他的心裡面 心裡的想法 所以很多人會想到說 懷疑說像弗洛伊德是不是因為有機會看到圖格內夫的著作 才會研究人的潛意識 下意識 以及這個性支配了我們人的各種行為 有時你可以這樣想 可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找出這樣的證據 只是說圖格內夫對性的描述 人的人性的背後的這個心靈心理的分析 很多都後來變成科學界裡頭 有時候弗洛伊德的學歷 弗洛伊德的敘述 弗洛伊德的敘述 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 那圖格內夫小說裡面有談到夢啊 而且夢裡面特別是一篇很好的小說 很精彩的小說 這些是有點靈異的故事 但是呢它味道非常好 所以各位要有機會好好的看一下 這時候呢 主要在巴黎發行的歐洲記事報上面用俄文 因為這是俄國人辦的 所以用俄文來表述出來 我們呢在下一週開始要介紹圖格內夫的詩歌 他的戲劇 他的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 而特別我們會很注意到他的這個獵人筆記的每一篇 不要忘記圖格內夫這個晚年的短文詩 還有呢 圖格內夫的作為一個詩人 但是他也是一個思想家 所以以一個哲學的眼光來探討圖格內夫的哲學 人生觀 世界觀 歷史觀 宗教觀 最後呢 就是對圖格內夫在文學上面的貢獻 作為我們最下半學期裡面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這個科目叫做圖格內夫散文與小說的欣賞 分析和欣賞 到前面為止都是談他的生平 但是他的生平和他的著作是關聯在一起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仔細的報告他的生平 完了之後我們就分門別類他的作品做進一步的分析 也希望同學進一步的欣賞 圖書館裡面去借有關圖格內夫的作品的中文翻譯 假如你英文好 我勸你看看英文翻譯 效果會更好 上面有著名圖格內夫的有些作品在哪裡可以找到 像這個欣賞修圖格內夫的最基本的一些作品 這是英文化的翻譯 這個找來看也蠻好的 利用幾位各位的英文的程度可以抬高 雖然你們還沒有辦法看到原文 俄文 對不對 假如你能夠像洪老師這樣可以看到俄文 你的欣賞的高度會更高 但是俄文很難 所以也不是一定要各位要這樣去嘗試 但是會哄勸各位 假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是中國式的說法 如果你的工作也好 行動也好 還有一點剩下來的力氣 那麼勸你把語文好好的搞一搞 不要只有英文就夠了 英文以外的第二外文 第二外語 還是要劃定功夫思想去進行 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各位 打貼備 NOSALELP